基隆书道会以致力推动基隆书法之都 周六特别举办书法比赛的颁奖典礼 今年参赛者水准都有大大的进步 市政府未来也要将书法课纳入国小的课程 让更多基隆学子从小开始写书法 多位的书法大师与议长黄景泰一同写下 基隆书法之都书法日一起来 为整个颁奖活动举行开比仪式 今年参赛的建树比去年多了两倍 书道会说经过这两年的推展 基隆写书法人口越来越多 容计的3月3号为书法日 等于说去年的是第一年 今年是第二年 那将来是持续会继续办这个书法日 今年的书法比赛分为五组 评审从200多件的参赛作品中 各组先选入25件 整体上今年的书法作品 不论在功力或者是技巧上 都有大大的进步 其中获得大专组第一名的翁千如同学 从小就热爱学书书法 而评审老师余忠孟也相当赞赏同学们的进步 我是从国小六年级 就是妈妈带我去一位书法老师那边开始学习 之后产生兴趣 之后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想要 就是参加一些活动之后比赛 因为他们都淋铁都淋得多有一段的距离 也有相当的规模 在创作上也有人有那个老师的那些味道 现在其实有很多书法就有很多 争吵力传里面不一定极限于哪几个题 应该要有其他的方面还要可以加强的地方 议长黄景泰除了亲自到场为活动开笔 也颁奖勉励得奖的同学 包括我们名家辉豪 我们所有的大专院校 我们所有书法比赛 以及邀请我们所有的诗词大师 来吟唱我们唐宋的诗词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真正成为书法之都 基隆市政府打造书法之都 希望将书法的艺术新传 未来教育处也将规划 从国小三年级开始 每周至少有一堂的书法课 让同学练习 整个书法制度来讲 我们是希望在学生 他们小学三年级以下 希望他们能够有硬笔的书法课 那小学三年以上 然后国中希望都能够有毛笔的书法课 自古以来 基隆有许多的文式诗人 书画家住在基隆 组成了书会或是诗会 累积了相当丰富的诗书文化 文化局也希望透过书法展 让书法的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黄烧民采访报道